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陶子军 那我今天呢来到了这个湖南长沙玩儿啊 我之前呢联系了长沙的朋友啊 让他去高铁站接我 没想到他开的是一款房车接我 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沙 我还联系一个朋友过来接我 都不用打车了 快走快走 嗨 胡哥 嗨 欢迎你来 嗨 欢迎你 嗨 来 你上车 你上车 我联系我来 你开房车来接我们呀 你这房车能下来 这不地库吗 必须的 这车不到2米2啊 2米16到2米18的 哇 这挺厉害 竟然是开房车来接我 第一次有人开房车来火车站接我 说他开的是房车 可是我到高铁站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出来 因为他在车位里停着的时候呢 尺寸和旁边的这个小轿车也没差出来多少 我是走进了以后才发现是一台房车的 那他开的呢 其实啊 是一台来自于那辖克勒的房车啊 那所以说呢 今天啊 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辖克勒的直营中心 来看一看啊 这款车型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身旁这款啊 辖克勒的越野版的房车 那这个车呢还分啊 柴油版和汽油版啊 那昨天接我们的是柴油版 那今天呢 我要看的这款车啊 它其实是一个汽油版 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准备开这款车呢 到这个长沙附近的这些小吃城啊 来逛一逛啊 我还是挺期待的 这款车呢 外观的整体尺寸啊 就和那种全尺寸的SUV差不多 车辆啊 整个呢是采用啊 尼桑纳瓦拉的一个底盘 那长度呢是在5米48 宽度呢是2米05 高度呢是2米18 正好可以下到2米2的地库 而且呢 停到车位里的时候啊 真的非常的不显眼啊 比如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儿 这就有一款呢 正好停到车位里 这款车呢 因为是越野版的车型啊 所以还增加了很多的越野套件 那比如说呢 像前辆下方增加这个竞技杠啊 它可以呢 有效的呢 增加前方的车辆硬度 同时呢 抬高啊 前方的这个高度 增加车辆的接近角 那整个接近角呢 可以达到33度啊 那离去的角呢 也有22度 这样的话 整个车辆的越野能力呢 会更加的高 车辆下方的这个位置啊 还带有脚盘的出篮口 而且呢 这个脚盘是一个 13000磅的脚盘啊 它整个是在牌照的下方啊 也不会对整个车辆的上牌有影响 车辆的这个底部啊 它整个装了底牌的装甲 可以呢 在越野的时候啊 防止这个 石头啊 飞溅 对这个发动机啊 或者变速箱啊 造成影响 在车辆两侧呢 还有啊 防刮轮煤啊 可以呢 有效的防止车辆的寡凑 整个啊 采用是这种非常宽的AT胎啊 那它的尺寸呢 是265 65 R17的 那可以呢 有效的增加整个的这个 轮胎 对地面的附着力啊 走烂路的时候呢 也不怕 车辆呢 还安装有啊 涉水喉 可以呢 整个抬高车辆的进气口高度啊 增加涉水的深度 这款车呢 在原底牌上啊 安装的是2.5升的 汽油自吸发动机 还可以呢 增加成啊 机械增压的 它可以呢 在动力上啊 提升40% 一会进入到驾驶室呢 咱们再给大家具体的介绍 还有一个很大特色啊 我昨天呢 坐这款车的时候啊 在里面没有感到任何的异想 其实呢 也得益于啊 它整个这个箱体 与车辆的底盘呢 采用的是这种啊 刚性连接 那基本上是这种一体式的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像接份处呢 你完全看不到胶 而且把这个车门打开啊 也可以看一下 完全呢 是这种啊 硬性的这种连接 车辆呢 箱体啊 整体采用的是这种呢 全铝冲压式的这个材质 它的箱体呢 是做的非常轻量化的 它大概呢 是208公斤的箱体 这样的话呢 可以啊 对整体的车辆的整备质量呢 有所降低 那车辆整备质量呢 是2.29吨啊 那当然了 如果你增加了一些 选择配件的话 它到质量会有所增加 那这样的话呢 轻量式的车身呢 可以啊 有效的缩短刹车距离啊 可以呢 保证驾驶的这个稳定性啊 对我们越野呢 也是非常友好的 整个车辆的离地间隙呢 是21.8公分啊 整体啊 做了一个这个上车踏步 那看起来呢 也非常有这种越野车的感觉 后方呢 增加了一个这种啊 外拓式的行李舱 那这个行李舱呢 可以啊 达到150升 而且内部呢 也是有这种啊 储物空间的 其实呢 可以啊 在车外 打造一个这个外置厨房啊 也没有问题 那在车辆上方呢 有两个摄像头啊 那分别是流媒体的摄像头呢 以及啊 倒车影像的这个摄像头 而且呢 在这个箱底后方呢 还隐藏着越野车 一定要带的工兵铲和脱困板啊 便于越野的时候使用 整个车辆的后方啊 如果我不跟你说是房车的话 从这个角度啊 后边的后窗啊 以及尾灯的造型啊 看起来呢 它就是一个SUV 难怪昨天啊 我在火车站的时候 一开始没看出来 它是房车 这个位置呢 打开这个小门啊 里边隐藏的是一个 外置的卡式炉啊 那它这个开关呢 其实啊 位于车内 有一个专门的按钮啊 需要按动按钮 就可以打开了 那这个卡式炉呢 它是一个大功率的防风卡式炉啊 撑出来以后呢 大概是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功率呢 达到了这个3.5千瓦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野外做饭的时候 还挺方便的 那像我呢 大概1米75的身高啊 那整个卡式炉的位置呢 也是便于啊 炒菜做饭的 现在我坐到驾驶室的内部了 那说实话呢 在这儿的感觉呢 你完全觉不出来 它是一台房车 那就是一个小轿车的感觉 而且它整个驾驶室呢 也是做了升级的 那像上方这里呢 全都啊 增加了这种啊 分毛皮啊 看起来呢 也更加的舒适了 那而且整个车辆的座椅呢 采用的都是啊 这种红色的皮革包覆式的座椅 在动力系统方面呢 采用的是这个2.5升的气候发动机 匹配呢 是7AT的自动挡的变速箱 那整体呢 它这一套系统呢 是特别适合这个越野路况的时候来使用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车辆还可以呢 升级成机械增压 这样的话呢 整个车辆啊 增加了40%的动力 这款车呢 原厂的最大功率呢 是184匹 最大扭矩呢 是251牛米 那更改完了以后呢 可以啊 达到呢 261匹和300 56牛米 这款车呢 采用呢 是一个分时四驱啊 可以有两驱低速四驱和高速四驱 大家根据路况来调节就行了 同时呢 车辆呢 还加装了 有这个九段的空气悬挂啊 那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呢 来调整啊 这个悬挂阻尼 可以呢 更好的呢 适应各种的路段 以及满足越野性能 那它的调节高度呢 是达到了14公分到16.5公分 这款车呢 它配备的是一个73升的油箱啊 那百公里实测 它的油耗呢 是10到13升油 现在呢 我就坐到了这个后排的位置了 来感受一下 那像我身高呢 1.75 在前排呢 也调到合适的位置啊 那后排的腿部空间呢 也还是比较充裕的 那后排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三人座椅啊 不过我觉得呢 坐两个人的话呢 肯定舒适性会更强了 这种呢 双排房车的好处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前后排的人 对话交流啊 它不存在障碍 因为呢 如果是坐在车厢里啊 它的噪音呢 会比较大 那你要说话的话呢 后方的车厢呢 它整体啊 其实是通过一个这种小窗户啊 也是可以连接的 可以把这个小窗户打开 因为在行车过程中呢 后方啊 是不能坐人的 所以说呢 在行驶过程中呢 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当然如果我们在住车以后呢 后方啊 如果想和驾驶前方的人说话的话呢 通过这个小窗户啊 可以递物或者沟通 但是不能通过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这个大概也就十多公分 现在呢 我带大家进到车辆内部来看一下 那这款车呢 你们肯定也知道了 它一定是一个生柄的车型了 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车辆内部会非常的低 现在呢 我就把顶棚升起来了啊 我现在呢 位于车厢的内部 因为受限于呢 整个车辆啊 它的尺寸不是很大 所以车厢内部的空间呢 它也并不是那么大啊 现在站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但内高呢 经过测量啊 在1米95 所以说呢 打开车顶以后呢 一般身材的人呢 都是可以啊 站直通过的 它配备的是对卡座式的这种呢 四人的座椅 也就是说呢 最多啊 可以坐四个人 那这一侧的小桌板呢 它是啊 可以进行调节的 调节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车厢内部吃饭 小桌板的操作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电动升降的 那现在呢 王叔啊 正在控制 它这个电动的按钮啊 这样的话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小桌板升上来了 这样操作啊 我觉得比那种啊 拆卸桌椅的那种啊 方便了很多 当然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可以变成一张呢 1米9成76公分的单人床铺 那如果呢 有四个人在这吃饭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把这个桌子打开 这样的话呢 空间就还不错 炒几盘菜可以在这吃 而且退步空间呢 也不受影响 不过要注意了啊 在行车过程中呢 我们这个后方也是不能坐人 不过确实也坐不了人 因为这个车顶建下来以后呢 这个位置确实啊 也是比较压抑的 那现在呢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上方的这张大床啊 到底体验感如何 现在呢 我就上到了顶部这张大床啊 说实话 第一感觉是 哎呦 我竟然能坐直 因为基本上在房车车顶床 我很少能坐直 那这个车呢 它是可以的 这张床的尺寸呢 是1米96成1米25 那说实话 这个尺寸呢 也并不是一个双人床的尺寸 不过在房车上来说呢 这个位置啊 其实真的可以睡两个人 那像我1米75的身高啊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那我躺下以后呢 外侧还有非常大的富裕空间啊 那在这个位置呢 再睡一个人 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上方啊 特别好配有啊 这种汽车式的这种天窗 天气好的时候呢 把天窗打开啊 还能享受一番这个窗外的美景 那在这个床两侧呢 还都带有啊 这种储槽 可以放一些小件的物品 那比如说我带的戒指手表啊 就可以放到这里面 那夜晚休息的时候呢 这还有一个这个阅读灯啊 也便于开关 同时呢 旁边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了 这个车的内部呢 使用的是24V电路 配有呢 6度电 以及呢 100升的清水箱 那在车顶上方呢 最多还可以呢 选装啊 300瓦的太阳能板 受限于呢 车内的空间啊 那在座椅下方呢 隐藏着一个 30升的抽拉式的冰箱啊 也是可以呢 存放一些食材的 对面这一侧呢 有一个小的这种储物柜啊 可以放置一些随身的物品 上方呢 带有一个24V的 一个直流变频空调 可以呢 保证内部的温度 同时呢 还带有啊 这个燃油加热器 在冬天的时候呢 也可以使用 其实呢 这里面啊 就是卫生间了 因为整个车辆 是一个升顶的设计啊 那所以说呢 它卫生间平常呢 都是一个这种盒子的状态啊 大家看上方啊 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个卫生间 它是可以变身的啊 我来给它变一下 通过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卫生间的门板 给它打开 那现在卫生间就变好了啊 我现在位于这卫生间的内部 那现在里头 没有配备固定式的马桶啊 后期呢 可以选一个便携式的 这个小盒子 大家别奇怪啊 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 这个抽拉式厨房的位置 那这个卫生间里呢 它现在配备的呢 有一个可翻折的 隐藏式的洗手盆 那这里呢 带有啊 这个水龙头 也可以呢 洗澡的时候呢 当这个喷头使用 上方呢 还带有啊 排风扇 来保证一个内部的干爽 那说实话呢 像这种呢 越野房车卫生间啊 其实呢 就是给我们应急使用的 你要说想在这个卫生间里 有多么舒适呢 其实啊 啊 这就不要想了 现在呢 这款车啊 就给大家整体介绍完了 它是一款呢 确实啊 可以在这个 越野时使用的一款的房车 而且呢 整个车辆啊 因为它车身的这个尺寸呢 是非常的灵活的 所以说呢 正常的下地库啊 还有在城市停放啊 也没有问题 日常呢 也能败步的一款车型 那这款汽油版的车型呢 还能啊 上到京蓝牌呢 它价格是43.8万元 如果呢 大家需要选装一些越野套件的话呢 它的价格还会有所增加 那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开着这款车呢 到这个长沙市区啊 转一转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不要错过下期视频 下期再见吧 拜拜